大家好 歡迎來到出遊講玩出遊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Andy 大家好我是Key 我是Anna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遊戲就是 Le Famiglia 意大利人說話只有手勢 這就是Le Famiglia The Great Mafia War 說的是一款意大利黑幫的遊戲 遊戲背景就是在西西里島發生的 就是一個著名的製毒工場 大家作為黑幫不同家族的勢力 要統一 控制最多西西里的地方 就贏出這個遊戲 這是一個二對二的地位控制遊戲 一定是要四人限定去玩的一款遊戲 整個遊戲的流程 很簡單去講一講 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屏幕 一個就是Pending Phase 另一個就是Encounter的屏幕 Pending Phase會是什麼呢? 主要就是在我們版圖上的這個位置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影響的圓餅 去到你的回合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把一塊圓餅 放在下面相應的不同的行動上做 你看到灰色就是中立的正式餅 不同顏色就是代表是換家勢力的一些板塊 這是你第一個可以做的動作 第二個可以做的動作 就是把整項的餅拔走 首先要給相應的價錢 好像這個 你先給兩元 然後再看看HOTO出面有多少塊餅 還有多少塊餅 再加三元 再給公家 再根據你給餅的人的顏色 是不是你的 如果全部都不是你的話 你就再給玩家割有一元 然後就可以執行上面的行動 上面的行動是做的 就是把你本身的玩家割一波 相應的這個行動 就可以拔走這些 Inference Cube 可以改善你自己的行動 令到它更加多的威力 或者會有些one-time bonus 更加重要的話 就可以解鎖 如果過了這條線 就可以解鎖這些order tiles 令到你有更多選擇 在你放這些order tiles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更加強力的行動 直至所有這樣的Cube 都拿到所有的位置 就完成了一回合 這些Cube 就如此類推 就會全部放在下面的位置 剛才說拔走這些位置 你也可以把這些Cube 放在這裡去鎖 令到別人 不可以再踩下去 那些位置 去做相應的行動 而下面的行動 大概是做些什麼呢 其實它的顏色都很清楚 黃色是生產資金 在制度工場生產資金 綠色主要是關於蚊餅 去走去做其他位置的行動 藍色主要是招攬一些人 或者派一些報客 去你的地圖 而紅色這些位置 就是放這個influence 這個order 在你控制的版圖上 蓋著蚊放的 直至所有這些東西 都放進去之後 我們會再加入第二個Face 就是EncounterFacer 大家之前放進去的這些圖片 在地圖上 就會同一時間翻開 主要其實都會有兩類 一類就是綠色的 主要去做支援的圖片 另一類就是戰鬥上的圖片 就會根據上面的數碼 由小到大去resolve 首先resolve了綠色的補給的圖片 接著就會更新去戰鬥的圖片 就是由小數碼開始做 補給完之後 接著就去打鬥 打鬥就去另一個圖片 接著就去到戰鬥的位置 戰鬥的圖片 就在這裡 就可以有不同的戰鬥方法 第一件事 就是拿著步槍 去殺入敵陣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派遣你自己 如果那個order 是有一個步槍標誌的時候 你就可以動去一個鄰近的地區 接著它的攻擊力 就是看看你的步槍裡面 去那個行動 可以給你幾多呼籠骨頭 接著對方也會跟著 如果有被彈衣 或者有劇毒工場 要有雙型的防禦值 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選擇兩個計劃 這個遊戲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計劃就是 互相出卡 去做一個決鬥 每個人手袋上面 都有三張相同的卡 分別就是 射擊一走路一個人 射擊一走路兩個人 還有二五仔 將其中一個人 其實是 其實我是警察 或者其實我是你這個團隊 這個時候 大家就掩蓋 互相選擇一張卡 攻方也是這樣做 守方也是這樣做 第一件事就是 攻方可以選擇 要不要對方的卡 決定完之後 就到守方 決定要不要 你攻方這張卡 大家都決定完之後 就一起攤開 這個時候 就會有一個 好像玩包剪刀的場面 有些心理戰的位置 可能你可以不費 一兵一桌 就可以令人全部很射鬼 這樣走路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你想不出牌 也可以用武力去鎮壓 就是先死兩個人 然後剩下兩邊 就各 互相抵消一個兵 去完結這個戰鬥 第二個戰鬥 就是可以派炸彈 炸彈的威力更加強勁 但你不能派兵去其他地方 炸彈去其他鄰近的地區 炸彈的人 他們的傷害 造成傷害會更加大 然後 這個就是那個 Encounter Phase的戰鬥 去到整個遊戲的目的 就是我們 如果一個玩家 可以控制到五個地區的話 在整個遊戲 匯合完結的時候 可以控制到五個地區的話 他就可以贏出遊戲 或者 你們和你的隊友 可以兩個人合共 控制六個地區 都可以直接勝出遊戲 如果玩完四關之後 都沒有這個勝負條件 去達到的話 就會擁有最多地區的人 就可以獲勝 這個大概的遊戲流程 有什麼補充的時候 可以在大家再講的時候再講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很重的 EURO的地區控制作品 我先講一下我的意見 首先我覺得這個機制上 是帶到新鮮感給我的 首先它是一個雙重的 Azure selection 首先上面這裡 它就要選一個顆顆 然後放在下面這裡 選一個地區做 有少許工作卡 工作卡的意味 就是你放了 大部分的地方放了 別人不能放 然後第二重 就是再放這個 Action tile 放到這個版面上面 然後 這個order tile 再在第二個 phase 再resort 地圖上的Action 這兩個Action的選法 都不算很新 但這兩個都會給我新鮮感 我自己就覺得 這款遊戲 基本上它每一個環節都很精彩 第一樣就是 它是一個正確的遊戲 其實它一開始 這個base game 已經給了六個種族 而每個種族 它透過不同的order tile的發展 其實它是一個tech tree 亦都有不同的基本能力 即是可以建造那些 製讀工廠 或者生人 或者派人出去 出車 透過它改動這些基本能力值 就已經做到 其實每個種族的能力 又或是一個變化 是很自然不同的 那第二樣就是 第二個精彩的位置 就是它那個Action selection 的位置 大家要想 究竟它要選擇哪個Action Token 的時候已經要想 因為其實它如果選擇工家 或者選擇自己的Action Token 當然就不用付錢 但如果它選擇到別人的Action Token 包括自己隊友 它都要付錢 而這個遊戲是很明確地說明 如果你是沒有錢給 是直接連Action都不給你做的 所以變相就是 每一次輪到你自己的時候 你都要很清楚地想 我應該拿走哪一個Token 而第二樣東西就是 當它拿走了那個Token 的時候 它會令到那一行的升級 更加容易了 所以究竟我現在 應不應該拿走這一行 令到那一行更加容易被人升級呢 還是我應該儲存 那一行去卡住別人上升級的位置呢 這個位置也很精彩 第三個很精彩的位置就是 其實它用了一些很簡單的機制 已經很完美地模擬得到 那個黑幫的爭奪 那一件事 就是它用了三張牌 來做一個交戰的出卡 這些出卡的機制 其實也都很普遍會在其他遊戲 看到的 例如Anka或者Kymac 它們都會用七八張的牌 去做這件事 大家都是輪流出卡 但是其實 它這個遊戲 就只是用三張這麼少的牌 就已經做到這件事 因為它精彩的位置 不單止是大家互相出卡 而是當我出完那張卡之後 就可以做一個buffing 去拋別人 看看別人夠不夠膽 拿了你自己的卡來用 就是這件事 是會做到整個遊戲 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每一場戰鬥都可以由 明明不用怎樣死人 但是會突然死掉所有人 因為我記得之前Andy 曾經試過千鈞萬馬地推出來 然後起碼一進來 就已經過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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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過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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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用這幾張卡 已經做到很多epic的時刻 你會很深刻記得到 其實他也做得更精彩 平時同類遊戲 可能只是砸一下子 然後看看誰鬥大 大了要贏 這個不是的 這個是很有畫面的 會不會那個人過了檔 或者是走路 很有theimatic的氣氛 還有我覺得這個遊戲 作為一個二對二的合作遊戲 玩家和自己的合作 的空間其實是很大的 第一個位置 你剛才說的 Anna就說的是 Ason selection的位置 我會不會就著 我知道他沒什麼錢剩 下次我拔掉的話 你就可以便宜一點 用便宜一點的方法去升級 如果大家都記到的話 你可以拿到你的partner 可以很容易地做便宜一點的方法去升級 另外我們放這些 這樣的token 下去的版圖上 這個有點像我們以前 玩遊戲的 Fronts Board Game 就是蓋著那個order 然後一起揭開組合 但如果大家都能夾到的時候 可能我把汽車炸彈放進去 炸完之後 然後你再派兵進去 還有控制 這些在合作上 其實都很容易去體會得到 還有我自己最欣賞的 這個遊戲的位置就是 所有的東西都好像 剛剛好去到一個很套餐的位置 對 而這個卡只有三張 你不需要做AP很久 去到的時候 這三張究竟出哪一張好呢 三張不多不少 就是這三張 然後每一個行動 令到你去影響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 例如好像這些很簡單 你只需要 不需要一條曲去做下方的行動 但影響的東西就是影響你 下一回合 究竟 每一行有多少 每一行的升級的難易容易度 或者封到哪個位置 即是它影響的東西會很多 你每一個行動的策略含量 我覺得是非常之高的 在這個遊戲 我也想補賺一下 所有的細緻位置都做得很好 例如金錢的設定 如果你用別人的東西 會扣多一元 然後有些位置會多一元 而金錢的計算是很緊絕的 很緊絕的 你那一兩元 真的要計算 可以看到遊戲設計的時候 是很用心 很細緻地檢查清楚 價值是怎樣擺放 而且都很清楚 其實真的有做足費用試 做足功課的東西 因為你看到它的圖片 其實它真的有了標準 每次設定 究竟大家的粒粒要放在哪裏 每個地方會有多少人會在那裏 很明顯是做過平衡的 有一個細緻位置 我也想再賺一賺 就是這張紙 其實我們用完這些 這些圖片會放在下面的紙上 然後完環的時候 你又想把圖片放上來 你才可以重新回合 很簡單地 你把整張紙移上去 搞定 很下圈的紙 搞定了 可以玩下圈 這些細緻位置都做得很好 不如再賺一賺 其實我覺得在藝術圖上 其實這遊戲的藝術圖 也是一個挺有名的畫師 一個巴西畫師 就是畫了Quest Koop 那個系列的 所以這隻作品 William要了 因為是那個藝術圖 入了William的藝術系列 首先它藝術的風格比較突出 還有它的材料 雖然你看到那麼薄 它都做到一個雙層的位置 這些材料 但在作品方面 其實我覺得 都挺貼合到整個遊戲的感覺 讚了那麼多 大家有沒有想彈一彈 我有一點點 其實你們沒有 我首先想彈一彈 其實這個遊戲的轉型 設定好是1,2,3,4 如果大家不轉轉型 玩完遊戲的時候 轉型也是這樣 但是轉型的影響其實也很大 因為它一開始設定完 之後下面是全被刺激 甚至乎每一回合都會出現新的行動 可能大家會即時有很多東西想爭 所以投箱的人是有很大的優勢 而轉箱的命令並不是一個很容易的行動 就是要剛才提到的計劃A 就是要放人下去 計劃B就是要做上面一個比較貴的行動 你要犧牲一個比較貴的行動 然後再去做一個可能幫你刺激 然後給你放卡 用一個這樣的行動 你才可以搶到灘頭 我會認為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有待改進 未至於說很差 第二個位置就是我們玩完之後 發現某一塊的攻擊牌 那塊的命令牌是特別屈肌的 我們玩完之後我們確定 首先他們每一塊命令牌 即是有一個啟動 就是決定它什麼時候出的 那張是一來的 那塊牌就是一的 一的意思就是它一定先走的 你每次出去都先走的 然後它就會馬上炸 旁邊的人 然後就不看防禦 不能擋的 那張是特別厲害的牌 而詳細說會不會每一塊牌的能力上 會不會有很大的差異 我們還未看得很清楚 但起碼看到一張很特別的機器 所以這個平衡性上 我們還是有一點質疑 這件事我是不同意的 因為第一就是那個種族是我用的 我非常了解這個種族的特性 所以我特意就只是專攻 就是要先打開這塊板 而且要打開這塊板 是要打開第二個 Session B的科技才能打開 所以不是說它特別厲害 而是因為我已經用了很多資源和時間去打開 所以才能打開 這個我可以體會到 因為那一堂開車的特性 我都很想打開 但每次因為Arnold是我上家 每次做很多行動就是被Arnold搶了去做 我去到差不多第三回合的時候 我才能解鎖到 同樣的技能 但我的Initiative是高一點的 以上就是兇手的正攻 沒錯 有待大家的觀眾才能打開 但也想說 我的技能其實Andy也有 而它同樣的技能 它的Session A就能打開 只不過是它不夠我快搶到 另外如果你說我這款遊戲不好處 我覺得這款遊戲其實 在遊戲來說 它的門檻也偏高 因為它是集合了 很多不同的機制 裡面去做的一個 空間控制遊戲 你看到它有不同遊戲的影子 又合於一身 而每個行動對未來的影響 你有想到和沒有想到 其實都相差很遠 即是讓你的計劃解鎖 一些什麼 還有遊戲 剛才提到的資源 又很緊絕 如果是一些新入手的玩家 玩這款遊戲 可能就比較吃力 加上是一款二對二的遊戲 那畢竟我四個玩家 都會有差不多的經驗 才可以體會到 這個遊戲的味道所在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小威 要去談一談 其實我們玩的過程 是要不停地查它的文書 而它的文書 是寫得有點差 是 它拿了一個不適合的例子 它的圖片 要不要這些東西 一定要放在同一個項目 它的圖片 是要放在同一個項目 所以開頭的時候 我們會承認它 都要放在同一個項目 但後來回到BGG FAQ 是不需要的 即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我們會推薦什麼人玩這個遊戲 我會誠意推薦 喜歡玩Area Control的遊戲 怎樣呢 你也要試一試這個遊戲 雖然說它有其他遊戲的影子所作 但無論是Action Selection 和互相配合作 我都覺得它有非常強的獨特性 以及有一個新鮮感 可以帶給我 是的 我都很同意 我覺得很難得有一個美式主導的遊戲 每一個細節都想得這麼細緻 然後大家都很策略地去玩到這個遊戲 我覺得這個簡直是美式遊戲裡面 其中一個代表作 我認為它也很深刻 而我自己也很私心推介 給一些很喜歡黑幫題材的玩家 因為它絕對是完勝上一隻Scarface 不過你剛才提到美式 我覺得這隻其實還未到太美式 因為剛才提到我們開Cat Tree等等 其實它的計算位置 都很重 如果喜歡策略玩家的話 我覺得都應該適合你 應該玩Area Control為主題的遊戲 沒錯 今天我們介紹的遊戲就是這隻 如果你有玩過的話 歡迎你到下面留言 我們就極力推薦這隻遊戲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感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很開心 一起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 拜拜 拜拜